在4比0战胜波尔 但是在卡特尔公开赛2比4输给波尔 摩擦球很薄 弧线很低 它的短球的处理 近台的处理 包括中原台的处理 都比较好 进入前八 是战胜了自己的队友 奥乔洛夫 然后前四 进入前四的时候 战胜了中国的陈琪 是4比1胜陈琪 是一场比4比5的队友 是一场比4比5的队友 是一场比5的队友 最后的速度比较快 许鑫 张超 好的 好 我们看一看 好球 哇 这个球 波尔的力量并不大 对 并不大 对的 对的嘛 漂亮 波尔也是你旋转 好球 1比4 4边 4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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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机会 好的 十环的 好球 漂亮 这样张一科就以11比5返回了一局 上方在前两局 第三局开始 好的 他的力量 他的旋转 像是想 他肯定要高一这个布尔 你关键是前三下 不要被他抢乱 攻乱了 跳起来 可以 好的 对了 赚的 好的 好 好 第三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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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就是进攻的时候 不是像开始那么强 对 起发球了 这样扎尼科就以11比3 第三局比较轻松的取得了上帝 你觉得在哪些问题上解决的比较好 我觉得关键是在一些细的技术上面 因为我们去年通过雅一会 最好雅一会有年底 打完以后紧接着我们有欧洲又反欧 又打了几仗 所以回来以后根据这几次比赛以后进行的总结 把美意性的一些问题比较多一点 共性的东西就是一定从要打造团队意识 因为我们奥运会我们是要以团队为主的 包括这次单向比赛 因为正因为是单向 所以我们强调是要团队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很注重 既有竞争 但是首先是团队 所以这方面呢 他也不是随意 他就会感觉一个突然就是自己 没变了 不好 这个 那么现在呢波尔已经很成熟了 是他的实力和全面 也就是说他比较厚实一些 后面的稍微单薄一点 所以今天是波尔看起来的 这前三板不错 到后面他就不如即刻了 是的 前三板都是过了 然后形成后级的 好的 你看这个回摆 好的 即刻现在是打得还多办法 你前三板你有攻不了 或者你的质量也不高 对吧 现在是波尔在争取力争前三板 力争在快速上压住张尼克 但是现在张尼克呢 还是在这个相持过程中 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有了 这样张尼克就在第四局比赛里面 以11比3取得胜利 目前张尼克是3比1领先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他就和王浩能够在决赛中会师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定局 三打的半决赛 现在王浩已经赢了马龙 所以谁赢了谁和马龙争夺冠军 开局不是很好 漂亮 好的 好球 对了吗 裁判 给洛斯科夫 给这个黄牌 他又打回到自己的路子上来了 也打进去了 漂亮 好球 他普通的出手就比较重 是的 这样张尼克现在在第五局里面 就5比4领先 在前面的四局里是3比1领先 所以可以说形势非常有利 对 这是德国队 请求了个暂停 波尔在前面他迎陈起是4比1 11比5 然后是5比11输了一局 紧接着11比6 11比7 11比3 战胜陈起 张尼克呢 是在进入前四名的时候 战胜王立琴 是4比2取得胜利的 11比9 7比11 8比11 11比9 11比6 11比7 所以在这次 中国平方队 整个的表现在男女上 这种心老间交替 但比如说像许兴 也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没关系 对 这种情况下 正在想办法逆转 哇 漂亮的球 这可打得太漂亮了 确实非常漂亮 非常高级 确实我们这个比赛在转播 得到了国内很多朋友球迷的这种关注 刚才一个管系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 希望张继克发球再严密一些 你看这个国良多激动 确实这个球 反拉 应该是就把握比较大的 这个角度 波尔如果拉直线的话 难度会非常高 有了 我们看到这个球 很漂亮 波尔不退了 你看他难度 但是这个不错 这个连续的这么拉 波尔选择了这个迎前 打这个上升点 来反拉 这个难度非常高 但一旦打到的话 速度会非常快 现在5比9 这个球 还是不能 球稳 刚才这个球呢 在领先情况下 几颗有点球稳 这个印度亚 你在当中啊 容易犯的问题是什么 在领先的时候 容易有时候松 这个 甚至于有时候呢 容易什么 球稳 想我粗粗胆胆 我就能够保持下去 有侥幸心理 侥幸靠对方去 失误去 是最可怕的 所以领先的时候 一定要该怎么打 还得怎么打 你该出手 也得出手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呢 到晚上8点钟 北京时间晚上8点 是女子商场的决赛 由郭岳李小霞 对丁宁郭延 然后呢 不好 因为他站在靠的很近 那个球 过来就想打一下 没有把握住 自己发球两个 被波尔给反回来 这个时候不能乱 这时候该波尔发球了 紧接着是波尔的两个发球 当好形势下 还是要 好的 对了 他稍微退一点 漂亮 这个就变得非常好 又是变到正手创当 阿波尔老响特身 是的 这场球 这场球确实双方运动员 这个打出了非常高级精彩的球 给从欧洲的运动员来讲 给我们大家现场的观众和国内的观众 展现了一个非常精湛的这个球艺 我们也要感谢波尔 能够这么把自己这么水平 展现给全球的这个球运观众 同时呢 我们也祝贺 极客 继续前进 好观众朋友 到晚上八点钟 将是女子双打决赛 郭月李小霞对丁宁郭艳 九点钟 晚上九点是男子单打决赛 由张继科对王浩 我们到处再见 好的